那我们就看一下你们课本的92页 我们先上单字 对不对 对话我也上完了吗 对哦 所以该去班课 来 第一个单字叫做 怎么念 Angel这个字跟另外一个字很像 怎么评 对来写上去 第二个 他写的A-N-G-L-E 不等于哦 不等于哦 所以单角形怎么说 triangle是这个字 所以A-N-G-L-E是角度 就是脚啊 那长方形怎么说 那是正方形 正方形到square 长方形呢 Rectangle A-N-G-L-E就是脚 好 所以第一个 Angel呢 除了是真正那个天上的那个 在上帝旁边的那个之外 第二个 其实就是指这个人呢 很善良啦 就是像天使一样 好 这是第一个 刚请你写个一 不等于angle 再来写个二 好的 在这里要超上去 He is my angel 的意思 就是这个人就很像一个小天使 偷偷的会在旁边照顾你 等你需要帮忙 他就蹦就出现 然后给你及时跟你一把 所以这是第一个angel 好 好 那大写的时候 就是那个安 你们刚刚翻安期吗 就是有人的英文名字是他 好 第二个单字呢 叫homeless 这个字其实是两个字 homeless的意思呢 就是无家可归的 为什么 因为hom是家 L-E-S-S呢 是比较少的 所以等一下 来 我先点一下 对不起没有 来 homeless呢 就是无家可归的 好了没 然后还没完呢 写个二 写个二在这里 写个二呢 l-E-S 加上homeless的时候 指的就是这些 所有无家可归的人 可情用R 因为他少了一个拼捧 l-E-S 加上一个形容符 就是这种特色的 所有的人 所以记住 homeless呢 指的就是所有无家可归的人 就是二 好 再来写个三 知道了吗 好不好 来第三个呢 叫做sinewalk 什么叫sinewalk 第一个sine是边边 walk是走路 所以你走在最边边的那个地方 所以加在一起呢 就变成人行道 所以一sinewalk呢 是人行道 不过你去英国啊 看不到这个字 看到的会是他 这是英式的通法 叫pavement 好 千万观 我们大家不要互相影响 看到了吗 好了 再来第四个单字 叫做bridge 第一个真的是你口袋 第一个强盪是你口袋 第二个强盪是你脑袋 所以呢 一如果是口袋的就是有钱 指的就是有钱 可是呢 二如果想到你脑袋里面有很多 可能很棒的一些想法 你脑袋里面很多东西 就是台湾的什么东西很丰富 像水果就很丰富 那我们用的第二种就是抽象的 就不是真正的钱了 叫the rich in 加上名词 所以一是形容词 就是有钱的 二呢 就是the rich in 再写个三 所以有他的相反 好的吗 叫做poor 就是很贫穷的 就是很贫穷的 所以the rich就是所有的有钱人 the poor就是所有的穷人 那就在七期的 我们应该通称他们是the rich 合理来说 因为台中真的那个地方 地是最贵的 好了 再来下个单字叫做pound 100磅他170公分 然后他100磅7还是重 170公分喔 可是他只有他100磅 来写上去 bomb的那个单位是 这个 对 所以如果今天他170公分 他100磅 他其实只有45.4公斤 他的bmis 应该是低于19啦 一定是太轻啦 170公分45公斤很轻 ok了 所以胖子的他的说写 请你写上去 然后第二个呢 在这里2 他的第二个意思就不是重量了 是coco了 那当1bomb的时候呢 他的符号是这个 现在大概 因为我上 暑假去英国的时候 我换到的是40 就是1英镑大概是台币40点多 可是等我回来的时候 英镑跌嘛 因为那时候再要脱欧 剩38点多 我现在新的是多少 我倒不确定 可是英镑跟欧元啊 英镑比较不好认 欧元比较好认 因为英镑他那个币值 上面都没有数字 你知道 我每次都是那个铜板 都是拿出来给他 然后就叫他自己自己拿 因为这样子都很难啊 可是欧元很简单 欧元的每一个铜板或是上面 都有数字 就是二十五十 然后什么十 那个很方便 我只要看着阿拉伯去做我就知道 可是英镑不行 所以去英国的时候 我的铜板啊 就是这样拿在手上 然后直接 不管买什么都是整叠都给他 他有图案 他有图案可是我记不起来 就是短时间 然后毕竟那不是我的钱 我们习惯的钱啊 所以很难 好啦 再来下一个 叫做 诶我先确定一下 Reading one的单字到第几个 over 好 所以还有两个 下一个单字叫kilogram 其实你们以前都写 国小的时候五公斤都写五 然后勒 KG 对不对 所以其实啊 你要知道的是 可是以前你们如果这样写答案五 KG是不对的 你的KG后面应该加S 因为你五嘛 五公斤嘛 所以呢 如果真的要写的话 正确来讲 应该是kilo跟gram 那kilo呢 其实是一千的意思 所以请问你 一公里是几公尺 一千 所以one kilometer 就是one thousand meters 所以kilometer kilo就是一千 那meter就是公尺 讲OK吗 好 再来最后一个 叫over the corso 猜猜看这什么意思 已经看到了 over是什么 在什么的上方 或者是超过 或是结束嘛 所以我们最常讲的那个game over 什么叫game over 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 啊什么叫GG 其实GG是什么 真的是完蛋吗 对 它其实是good game的意思 没错 所以你要知道的是 over the corso 这个course 背注一下 1 over呢可以用during 或者是in代替 那我要讲的是第二个这个course course course如果未来你是念观光参与科的人 这个单字一定要贵 不是因为of course 当然 of course也是这个字 那你要知道的是course这个字 写个2 来 of course呢 这个course就是当然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C-O-U-R-S-E 写个1 它是课程 课程哦 所以以后你们大学啊 你们不像现在 大学的课程 比较不会用class这个字 我们用的是course这个字 为什么 因为你要可以自己去选修 所以像我到大四的时候 我一个礼拜就是一片饭而已 因为我只剩九个学分要修 九个学分的意思就是你一天上几节课 像我一天是八节嘛 我是因为我的大学都是大概两学分三学分 就比如说文法好了 可能是两个学分 那你就自己去排 我把它集中在两天 所以我周休五 这样周休几天 因为我其他时间要去合家人 要去家人 要去打工 就是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教书 所以我就必须把时间集中在某两天的早上 好啦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帮我写个菜 这个呢 会用到的就是那个main course 什么叫main course 就是主餐 就想去陶板屋吃饭 大概就是前菜 沙拉 汤 然后中间就会 最后就是第四到第五到 就是上那个 的肉类 对对对对对 那个叫main course 主菜 那最后可能dessert 或者是前面是appitizer 就是开胃菜 最后可能就冰淇淋或甜点 大概就是有前菜有中间的main course 然后最后的甜点 好了吗 再写个三 所以就是of course 就是sure的意思 不过在这里它就是当然了啦 可以了吗 好了 那我们就看 reading one 看错呗 因为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来调吧 先上演好 我点了 我点了 看到不动 People who know her call her an angel. When Haley was five, it broke her heart to see a homeless man sitting on the sidewalk. She asked her mom if she could buy him a sandwich. Mrs. Fort agreed, but she also told Haley they were not rich enough to help all the others. Haley still wanted to do something, so she came up with a plan. A year later, she began growing fruit and vegetables and donated them to the homeless. Her first donation was only half a small bag of vegetables. When she was eight, however, she donated 128 pounds, 58 kilograms, of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 好,写到那边,这是Reading One. 不过其实类似这种故事啊,不止它. 知道像非洲那时候,她们会有那个水井嘛,也是其中的一个女生,三岁也是三岁五岁,就是年纪不大,可能才刚上幼稚园,她也是听她妈妈在讲,觉得好可怜,因为她们,那边的小朋友肚子都大大了,知道为什么肚子大大,吃太撑吗? 里面都是蛔虫,她的肚子里面那个大大的那个都是蛔虫,吃的饱饱的,所以你丢很多东西给小朋友吃,她肚子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她的蛔虫都吃胖了,对。 所以你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吃那种排掉那个蛔虫的药,那也因为这样后来去研究,为什么她们的小朋友肚子都大大,眼睛都大大,可是字质都瘦瘦,因为那是严重营养不良的特征,所以她们后来发现那个就是水不干净,那你要只要让水干净不可能,因为非洲那边到处都是很脏。 所以她们曾经那个小朋友就是因为看到她妈妈在讲说那个故事是,小朋友看到一坨那个牛大便,她超开心就冲去那个牛大便,把手伸进去牛大便里面,就抓到了那个苍蝇。 那是她那一天的午餐,她终于有类似肉可以吃,然后她们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好震惊哦,怎么可以看到牛大便? 然后那时候有个歌手王力宏也是,就是她也是类似这种报导,就是她说原来小朋友看到牛大便,仗有苍蝇是开心的,因为苍蝇是她们的食物,然后就因为这样就决定去募款,然后募完款之后呢就盖了水井。 所以因为这样如果有机会啦,明年非洲的志工,我真的鼓励你们去看看,你们真的回来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是,很多东西你都会很珍惜,可是要你愿意去,可是非洲就会比较麻烦,就是你要打很多证。 就是你要出发之前大概打6到7剂的那种药,因为那边第一个,那边的环境当然可能不是很好,可是我们去的地方没有到不好,只是为了预防,因为毕竟带你们出去要责任,所以她们都是预防,会让你们先打那个证。 好了吗?那我们就往下看,Helie Ford is a 13 year old,这个字括号,写个S上去打XX,为什么不能有S? 还记得吗?她不可以有S,不是她不小心打,没打上去,对,她是一个形容词,而且中间有一杠,她中间有一杠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形容词。 第二个呢,她的国籍,还记得吗?我们形容词的顺序,美小圆旧皇,中国穆书皇,还记得吗?形容词的顺序。 就是我们的那个美啊,小啊,圆啊,旧啊,皇,最后中国,就是她的国籍,所以形容词的顺序,其实她有她规定的顺序,国籍是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啦,倒不是最后一个,所以中国穆书房嘛,所以修饰那个书房的时候,前面的倒数第二个就是那个国籍。 所以她是一个13岁大的美国的女生,although,好,来吧,这个although,写个butt打叉叉,写个butt在这里,然后打叉叉,就是有因为,没所以,有虽然,没但是,对,所以把butt写上去打叉叉咯。 所以尽管虽然呢,虚子一样,跟你们的年纪,诶,比你们小哦,两岁吗?哦,对,你们现在15岁,对不对?所以虽然呢,她才很年轻,你们也很年轻啊,就这么年轻,所以呢, 虽然她很年轻,但是,she has done,好啦,把这个has写给已经,曾经,以我现在来讲,当然是已经,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看她的故事,到现在的当下为止,所以因为这样,她已经做了什么事? 第二个这个done呢,帮我写个pp,所以她已经做了哪些事呢?alot,她做了很多事,那这个alot呢,不会再叫of的原因,是这样,要这样子写,你有of,请你加名字。 没有of,就把名字去掉,而且通常我们会加s,所以她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干嘛? 来吧,这个to,写个in order to,就是为了,中文它叫做为了,她做这么多事情的原因,就是为了,to help those in need, 三个字括号哦,很重要哦,这两个字要写上去,刚刚讲的嘛,分词有吗?刚刚就说得上吗? 官代跟be don't see you live,官代跟be don't see you son,考试就是考她 然后呢,those who等于people who,中文的意思就是凡是什么样的人,考试你就记得啦,有those,你只能找who,有people,你也只能找who 那今天到底怎样,为什么一直弄到东西啊? 好了没?所以people who跟those who不可以lent哦,它一定不能lent,所以你要写lent上去打XX 那所谓的those who are in need,就是需要帮助的人们,简单来说,所以要留就官代跟be don't see you live,要省就官代跟be don't see you省 所以他的who跟r就不见了,那为什么不可以lent跟r,是用los跟people只能用who 所以尽管他才13岁,但是他做了很多去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你们现在也可以想想,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去帮助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不用舍尽求远啦,其实我们也不见得一定要给世界展望会 虽然世界展望会好像全世界都可以帮忙,可是你去想一想,你们家附近如果有需要帮助的人,先去帮助他们 因为你都看得到了嘛,好了,再来peoplewho,两个字括号,等于拿两个字 those who,对,写上去,所以peoplewho呢,一样就是什么样的人 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来吧,这个who括号到这里 所以peoplewho刚刚讲就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 第二个who know her,他的意思就是认识他的这些人 call her and angel,都把他叫他是一个天使 为什么叫他天使,因为他虽然才13岁 可是他马上就做他该做的事情,当下喔 不是在那边讲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要干嘛,然后什么都没做 他不是,他马上就去做了 whenHaley or was fine 当他呢5岁的时候,好来把这个fine写个at the age of fine 这个考试曾经考过那个at,超讨厌的,结果你们都错 at the age of fine 一定要s喔,他就是不能用in啊,也不可以用什么 我先提醒你,这次考试是一个sasoshi,一个佛系的老师 所以一半一半,加个数字 数字我都不写了,at the age of,加数字就是几岁的时候 所以当他5岁的时候呢,it bore her heart to see 好,把这个it,往这个字化 it呢写个海涛 其实不能写海涛,这个网路有火啊,是不是骂人 对不起,it的虚主词,假的,他是假的嘛 因为海涛说什么都假的啊 所以呢,it叫虚主词,真正的主词在哪里 知道吗 对,从to开始到底,这个叫真的主词喔 真的主词呢,其实是从to see a homeless...到sand walk 这么多的字叫真主词 所以这件事情呢,broke her heart 把他的心给打碎了,让他的心给破掉了 哪一件事情让他的心破掉了? to see a homeless man 还好啦,只看到一个,知道吗 如果是看到一堆人,他应该是整个崩溃了 然后第二个呢,再把这个c,等我一下,我删掉 因为有一个你们最常错的地方 来,一光笔拿出来 有看到c这个字吗? 有齁?来,帮我写个三看 没啰? 两听,一感觉 你注意,这叫什么动词? 感官 对,感官到手里面只有两个答案 圆形或安居嘛 对,所以你帮我把那个sitting的安居括号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他看到呢,那个有一个呢,我们叫可贵的人 sit on the sidewalk 坐在那个人行道旁边 好了吗? 所以三看,两听,一感觉 你注意,这个没问题咯 好,也因为这件事情,让他有一点点震惊 因为他可能每天是衣食无缺 就竟然看到一个流浪汉在人行道上面站而坐着 再来,she asked her mom if 好,来把这个if写个是否 不是假如哦 这里要翻成是否 然后这个if写个等于whether 然后就问他妈妈说啊 我可不可以?能不能够?是否可以? buy him a sandwich 好,来把这个buy him a sandwich 写个等于buy a sandwich 然后他咧? 猜猜看 2还是4? 2还是4? give to buy? 4嘛 所以把他写上去哦 其实buy东西4一个人 可不可以买个三明治给他? 对我们来讲,买三明治难不难? 一个三明治多少钱? 39 现在39 这么贵啊? 好好好 有15块 有15块 那人家去美佑美买啊 对对对 好,来把我写个上去 因为外国人他们就是吃三明治啊 所以他们不会这种 我会买个便当给他 他可能觉得还要给他筷子 他也不会吃 对不对? 所以他就买了一个三明治 可不可以买三明治给他吃? 因为毕竟就是他们的一餐 再来miss is for agreed 这个agreed的后面 写个with一个人 to一个原型 所以他同意这个人的想法 那我就用with 那agreed to呢 就是同意他去做这件事 所以他的妈妈呢 就同意了 but 但是有条件 she also told haley let 来写个lack上去 不过他同时也跟他 他说了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同情形 台湾倒真的有很多地方是被滥用的 你们知道 你去那个菜市场或者是很多地方 看到地上吗? 你们去夜市应该就会看到 地上有人那个 就是好像他的脚 也不能讲装可怜 真的有人是可怜 就是他可能脚的上面装了轮子 然后可能扫了一只脚 然后他前面就会放了一个碗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会不会看到 然后后来曾经就是有记者去追踪 才发现他们是一个集团 他们时间一到是直接上车子 然后就会有人直接进行载走 所以可是他们其实真的赚了这么 每天收到的那些钱 就是他们的不是 那些人很坏 也不是他们其实是虐待他 也不能讲虐待他 就是你每天一定要收集到多少钱 然后就给你某一餐 就是给你一餐吃而已 你有没有额外的钱可以用 所以也因为这样 但是他跟那个Haley说 They were not rich enough to 好来画这个enough to 写个足语 那如果是not rich enough to 写个等于t o o too poor too 所以两个不一样在哪里 因为你不够有钱 当然就是可能就太穷了嘛 所以那个not rich就是poor 那enough to呢是足语怎么样 所以他们因为钱不够 因为家里毕竟他们家不是真的这么有钱 又不是姓郭的 所以help all the others 好来把这个all the others 这个s写给人 people 因为他们钱没有多到 可以帮助所有其他的人 那这个others一个字 就等于other people 两个字 所以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帮忙 总不能把在这里 所以这个all the others的s 在这边 s代替的呢就是homeless people 指的就是这些所有的附数的人 所以如果你口袋一百块 你看到地上的人在那边爬来爬去 然后拜托你给他钱 你会把一百块都给他的举手 你看我们台湾人真的没 还说最美的风景都是人 我们不然一个都没有 至少给他十块的举手 就是你身上有十块钱好了 会给他至少十块的举手 十块会给 给五十的举手 考虑 考虑 对好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 因为没办法 台湾太多真的那种 我们台湾真的好心的人很多 可是一而再再再被骗之后 大家就变了cold hearted 就是会开始冷血 因为就会发现出 我们的好心都被人家利用 所以他们因为毕竟还是要有条件 所以他虽然买一个三明治给他 哪一天如果沿路看到二十个总 可能买二十个三明治给人家 所以他妈妈就跟他说 我们的钱 没有有钱到可以帮助所有的人 在Hellis don't want to do something 就好 来把这个wanted to 这个to圈起来 记得好wanted 一定要加to 可是因为他当下 其实真的有点震惊到 所以他还是很想要去do something 想要做点什么 So she came up with a plan 把这个came up with 画起来写个想出 他就忽然想到一个方法 a year later 一年之后 she began growing 把这个growing寫个to grow 可以喔 began后面可以加to 也可以加ng 可是如果是写begini的时候 后面就只能to 所以他就开始决定了做这件事 做什么 growing fruit and vegetables 开始种一些蔬菜啦 一些水果 and donate to lamb 把这个donate a to一个人 第二个 the homeless 跟起来记得好 就是这些无家可归所有的人 因为妈妈当初讲只有一个 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东西 所以可以给所有无家可归的人 the her first donation was only have a 这个考试一定考试一句 来吧这个have a small bag of 写个半袋 简单来说是袋子的一半 她一开始呢 她的第一趟捐赠的这个行为呢 大概只有半袋的蔬菜 不过when she was eight 当她呢八岁的时候 等一下 however she donated 她当时几岁 五岁哦 她现在十三岁啦 五岁的时候她买三名字 隔了一年之后是六岁 六岁呢先捐了半袋的那个蔬菜 不过等到她八岁的时候 就是已经再重了再多两年之后 however she donated 128 pounds 那这个折合台湾的那个公斤 就是五十八公斤 歐夫写个豆 很厉害耶 等于一个人 一个人正常的人 再多一点的体重 所以一开始只有半袋的蔬菜哦 可是当她八岁的时候 每年都这样种嘛 她捐出了五十八公斤豆 fresh fruit 新鲜的水果 and vegetabl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year 来吧 这个over the course of 就是这一阵子以来 她终于呢 尽她的能力 做出了 种出了蔬菜跟水果 可以帮助更多 那种无家可归的人 好先到这边